除了禅坐之外,透过精行也能够锻炼我们的心性和意志力 精行是指在行走之中,我们的信念没有被自己的妄念及外在的环境打断 也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我们的心不要被自己内心的妄念和外在的环境打断 精行时,要清清楚楚地感觉每一步地跨出着地和换脚的感觉 尤其要把注意力落在脚尖、脚掌、脚跟着地的每一个瞬间 我们教团的禅修其实都不是只是在打坐 这个原因是因为不是我们世圣地教团创造的 佛陀时代本来就这个样子 因为生命它不是只有坐 生命它是一直在一个动态当中在发生 坐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像刚刚早上讲到 其实佛陀时代走路的时间比坐的时间多很多 佛陀、脱波、精行、僧中门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真正的禅修 其实不是在单纯的所谓的找一个封闭的时空 然后坐在那个地方 真正的禅修是什么呢 在整个生命的动静态的历程当中 去如实观察到 生命经验是怎么样在发生 然后在生命经验发生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看 你怎么样去对待 一方面注意重心 一方面注意动作 注意动作的感觉 从小腿到脚尖 每一个移动都要清清楚楚 这时听不到四周的声音 因为那跟自己无关 看不到周边的颈雾 颈雾也跟我们无关 这是专心注意在两腿两脚的每一个动作 这是在锻炼心的忍耐性稳定性和意志力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